有名说反映日前因为生病开刀要住院一周 没有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开完刀原本想要好好地休息 但是楼上跟前后的病房全部都在整修 不断地传来机具噪音 让他觉得住院根本就像是住在工地一样 医院的病房内不断传来施工急剧声响 吵得病人根本无法好好休息 走廊上还有头戴安全帽的 工人走来走去 施工的工具也全都堆在地板上 搞得住院像是住在工地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对面 然后左右全部都在装修 然后楼上它是水管坏了在整理 但是你就没办法休息 不知道会怎么 安排在一个工地的地方 但是如果有位置的话 但是它是有说前面还有30个人在等 所以就等于没有 民众生病开刀 入住台中这间医院的双人房 得要住院一周 没有想到开完刀 想要好好的休息调养 但却遇上楼上和对面 左右病房全都在进行诊修 从早到晚不间断 让它后崩溃 对此医院方面回应 适逢维修 已经向病患致歉 也将会协助转床 只是民众住院休养 却遇上诊修 难免影响住院心情 街中部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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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